全球解封之后需求攀升 不只带动了国际油价持续的上冲 煤炭还有天然气供应不足的危机 也持续的延烧 在能源危机大战之下 太阳能再次成为了绿能转型的焦点 太阳能源物料不断的涨价情况下 上游成了最大的受惠者吗 今天林玉凯分析师 要带你从新能源站中来找标股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股市人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世伟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超帅的分析师 林玉凯分析师 老师你好 世伟好各位同学朋友大家好 凯哥最近意气风发 特斯拉是因为要换新车了吗 不好说啊 不就是你赞助那特斯拉的股价 一直往上标 特斯拉现在是美股当中的千金股 我赞助的应该是范德集团 其他集团就对了啦 不过特斯拉股票最近真的是很涨 而且呢也让特斯拉的老板呢 一举的超越了其他的首富 他甚至是赢过了 大家很熟悉的巴菲特 或者是巴菲特总资产的三倍哦 很夸张很夸张 那电动车的股票 到底还可不可以续追呢 我们等会再来请教育凯老师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的部分 好 邀请大家 MENGIA 今天呢台股的强势股获利了结了吗 新的族群即将要喷出 是哪一些的族群呢 育凯老师来告诉你 还有全程全球的能源危机之下 太阳能是力争上游 价格再度的飙涨 有请林玉凯分析师来跟大家解析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呢 今天台股呢在一开盘 在美股的四大指数 全部飙涨的状况之下 今天一开盘是大涨了160点左右 只可惜呢 后来逢高卖压出现了 之后呢一路的下跌 由红翻黑开高走低 今天最终呢是下跌了2点 跌幅是0.01% 收在了17065点 原本一度的收复了半年线 只可惜又跌下来了 留下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成交量呢则是3872亿 这是最近两个月以来呢 最大的成交量了 好 所以呢是属于 价跌量增的情形 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也是下跌的 跌幅更深了 来到0.99% 好 原本大家都在说呢 贵买会不会创记录啊 连续第14天的大涨 但只可惜呢记录是停在13天 今天是下跌的 成交量呢也是增加了 来到了1490亿 好 这边要请教一下 玉凯老师了 凯哥 请教一下 哎呦台股你帮我们画了好多线啊 没错台股呢今天呢 想要的冲破半年线 但是呢却遇到了压力了 那接下来你怎么看待呢 有可能会一举冲破吗 接下来怎么走 我觉得这边有可能在这边稍微尊重一下 季线跟半年线的压力 可是震荡一下不会等太久 怎么说呢 对对对 因为梁静如说过嘛 爱你不是两三天 多头行情当然也不会是两三天 我们只要多等个三五天 其实是有机会看到台股再创新高的 好 那我们先看了 其实现阶段呢 所有的均线 大概已经都被台股踩在脚底下了 唯独半年线跟季线 也就是66MA跟132MA 还压在我们的头顶上 其实昨天以前都压在头顶上嘛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66的MA呢 那我们说 就是月线的部分 66是季线 对对对 那季线我们又称为生命线嘛 所以很多的比较投资 比较稳健的这些投资人 他会选择在站上季线 或者是站上半年线之后才会做进场 因此当台股能够把半年线跟季线站稳 代表说很多比较筹码安定的资金会进来 那对台股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 那为什么今天在半年线跟季线 好像一度得而复失呢 其实有一个关键我们带各位来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季线的这个部分 先从季线看起 季线是这个黄色的这条线 黄色那条线 对对对对 制作人说是明黄色 明黄色这条季线呢 我觉得很像北二高 对 因为其实在所有的均线当中 不论是周线 双周线 月线 甚至到年线 目前全部都是上扬的一个趋势 唯独季线跟半年线 目前是往下走的 那往下走就要看到一个东西 叫扣底值 扣底值呢 目前季线的扣底值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在7月的尾声的那个地方 黄色线的那一个地方 对我们有看到一个黄框框在那个位置 那是目前的扣底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大概再过5天 行情会慢慢慢慢的走高 接着就会迎来8月份下跌 将近1400点的那一波主跌段 这代表季线会怎么走 会越扣越低 所以季线会慢慢的走平 然后开始走阳 对这是季线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往回看到这个半年线的部分 半年线现在的扣底位置呢 大概就是落在这个4月 对4月 那大家有没有印象5月份发生什么事 当然就是疫情开始啊 我印象很深刻 我本来要说的是母亲节 的确是疫情啊 对是疫情 你好坏哦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说 半年线的扣底位置 刚好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前几天 换句话说 我们大概还会再往三天继续的往上走 接着就是5月疫情二度爆发的那波几跌段 换句话说三天过后 他也会开始往下的很急速扣低的位置 哇所以半年线跟季线都会开始走平 然后上阳 走平走阳 那如果说再搭配台股能够再一次的去攻上 所谓17150的这个位置 17150只要把这个位置站稳了 就象征我们把所有均线全部踩在脚底下 所以如果照你这样讲三天五天 差不多是下个礼拜的事情啊 对大概是下个礼拜 所以说震荡最多就是三五天 不是我在想的是那三天五天 就是我只剩下这几天可以逢低买进的意思 没有错 对所以掌握到重点了 对所以说现在的最后三五天 就是你最后的三五天 要赶快选好你的标币标股哦 没有错 好那接下来呢来看到下一张呢 我们要看到是贵买指数的部分了 今天贵买出现了一根大黑K 很多人都说哇 中小型股强了这么多天 怎么今天会是爆大量 而且是下跌的呢 这应该令人担忧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的因为其实在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当然大盘表现不好 贵买表现也相对的不那么理想 而且其实原本是贵买带着大盘涨 对因为贵买比较强嘛 对那中小型股表现也很强势 可是接下来如果说台股 真正要从11月开始向上做表态 甚至往18000点走的话 势必会用大型股来带动 对那因此如果说整个资金的部分 要再回流到所谓的大型股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嘛 很多站上半年线站上季线 这些是属于稳健的资金 对他比较不会去 投资所谓这种投机型的中小型股 因此在今天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那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因为其实刚刚讲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讲以大盘17150的位置 会有所谓稳健资金进驻 是 对那可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 又会有所谓 大家觉得说创新高 我账面有一些获利 我可以趁机获利了结 这些比较浮动筹码的迅速出场 那其实稳定的资金进驻 浮动的筹码出场 其实这对台股来说是好事一件 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贵买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的一个创高的拉回 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 大概我们对照回8月底9月初 刚好有一个高峰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贵买指数 只要能够相对守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就会由加权指数 来带动贵买指数向上走 会有点这个主仆意患的这个味道 那我们今天的标题方面 是告诉大家 请大家留意 接下来新的族群就要喷出了 玉凯老师 我们看好哪一些族群 我们可以趁这三五天 赶快来做布局 好的 因为其实11月的行情 其实非常奇妙 我们知道11月12月 是所谓的财报空窗期 那在这个空窗期 就会有很多 主力大户上下起手的空间 那11月 因为毕竟还没有接近到 所谓的祭底 12月就会是所谓的 集团作帐 跟这个法人作帐 但11月我比较倾向 会属于是肋骨轮动的一个状况 轮流点火 对那有一些像今天 比如说车用 车用的族群 其实今天杀得非常惨 对熄火了 对从二极体到这个 之前很强的电池 现在全部都大回档 那回档不是坏事 表示说这些可能部分资金 获利了结 抽出来要往其他族群走 但长期来看勒 长期来看 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 长多里面的短线回档 对对 因为趋势还是在的 明年还是会是电动车 持续大爆发的一年嘛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乐观看待 那如果说现阶段的话 我们今天的主题太阳能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主轴 对那在接下来 其实大家应该有发现 像这两天不论是面板 或者说是在这个航运的部分 之前最弱 位阶最低的族群 这几天也开始出现反弹 阳明跟长荣已经回到100块了 我好开心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11月的特性 就是说轮流点火 大家都有机会 对那有些高档的 可能被获利了结 可是资金很快速的转往低档 所以这个时候 11月比较偏向打带跑的行情 OK好 以上呢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关台股的部分 接下来看到三大法人买卖超了 好 今天的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2亿 但是外资呢 是买的 买超19亿 投信卖超8亿 来看到外资买卖超 外资呢 今天买了华航 长荣行 以及联电群创跟长荣 卖了强茂 新光金 光磊 以及伟权店跟中歇 另外呢 投资呢 投信买些什么 投信买了何勤控 华航 开发金 建策 以及永丰金 卖了台肃 联电 华夏 智元 以及富邦金 好 之前很夯的智元呢 现在被投信卖了 应该做了一个 阶段性的获利了结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接下来要看到的主题是 玉康老师来告诉你 太阳能力争上游 上游哪一些标股呢 让它的价格再次的飙涨 我们等会有请 林玉凯分析师 人气超高 粉丝超多的 林玉凯分析师 今天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要来看到的是 在全球的能源危机之下 太阳能却是力争上游哦 在上游呢 有很多的标股 今天在节目当中 会跟大家来做介绍 有请林玉凯分析师 凯哥 社会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有请凯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太阳能产业 好的 那我们简单带大家看 因为其实太阳能产业 大家应该不陌生哦 我们简单把它切分成为 细金跟薄膜 这两个区块 但其实大宗还是在细金的部分 OK 那我们再把细金切割成上中下游来看 上游分为这个多金细材嘛 金钉细金源细金片 那中游就是说 所谓的电池片跟模组的部分 那下游就比较杂了 包含所谓的系统建制 只要跟太阳能勾得上一点边的 包含只是做一个脚架什么 它也可能也会称为太阳能的下游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哦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热的题材 叫做涨价 对 什么都涨什么都不奇怪 对对对 但讲到涨价的时候 有些产业会受贿 有些产业会受害 那其实这东间的一线之隔 在于说它有没有能够那个定价的能力 对 我能不能够把这个价格转价出去 那其实在细金源当中 最有价格转价能力的 其实还是在于上游的部分 其实上游应该算是相对影响比较少的啦 因为我们提供原料 因为我在产业的最上端 对对对 我给你嘛 你要不要 你不要那没关系 我就拉倒 对就拉倒啊 对所以说其实上游是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所谓的上游 细金的上游 是的 来看到太阳能上游的产业当中啊 还是在细分为细金源细金片 以及相关的一些材料的部分 那大家呢 郁卡老师帮大家标出了 这几只紫色的是你今天要讲的标股 是的 那我们看到 其中有一档股票是原金 原金的部分在上游的部分 不论是细金源以及材料的部分 它都有涉及 所以说它最近的股价 表现也是非常的飘悍 那我们直接来看股价走势了 好好 来看一下下一页是我们帮大家选出来 太阳能产业当中 值得观察留意的个股 尤其是位在上游的部分 包含了大家很熟悉的 硕核 原金 中美金 还有我想说 它不是大同家电吗 大同 大同 国货豪 为什么出现了大同 我脸不是很能理解 但是它也有涉及太阳能的部分 好 那我们一档一档的来帮大家看 首先现在看到的是硕核 好的 硕核我以为它是电池概念股 没有错 它的确也是电池概念股 那其实我们今天帮大家选的股票 很多很多都有所谓的双题材 对 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因为太阳能 它还会同时兼顾其他现在的一些市场 很热议的一些话题 是 例如说像硕核 最近你会了解到它可能不是因为太阳能的上涨 对 也许是因为MIH 对 因为其实硕核 对对对 它现在已经被纳入所谓这个MIH的合作伙伴 对 所以其实等于说硕核在电动车这一块 你在太阳能这一块 它本身就都是能够吃得到的 然后两个方面都能吃得到 那再加上硕核 我们直接用它的走势来看 好 我们也发现 大概从这个8月份以来 它在底部大概打了 足了两个月左右 对 那到最近才慢慢慢慢缓步的做一个电高 约莫从170多块 一路涨到200多块 其实它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走一个很稳健的走法 它底部打得非常的扎实 非常稳 而且其实在打底的过程当中 它只有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插曲 上去下来 只有那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把量能放出来 在其他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量是非常非常平均的 所以说 其实这符合这种主力吃货的形态 对再加上说不论是太阳能 太阳能现在其实最热门的题材还是在于这个中国大陆的碳中和 那碳中和其实接下来应该也会是全世界的题材 对那碳中和再加上电动车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让这个碩核成为一个中长线比较看好的指标 而且你刚刚有讲到法人吃货的部分可以很明显看到10月底法人就不停的在买进碩核了 是的 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这根大黑开要担心吗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涨多股在今天都会出现开高走低的状况 但是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好了 多头行情不会因为一日回档就结束 对任何股票涨两倍涨三倍都是一样 到中间一定会有出现莫名其妙的什么跌9%跌停板 但是还是可以继续涨 所以不会因为一日就结束 好接下来来看到下一档呢 我们要来看到是圆金 哇圆金呢是跨足了细晶圆细晶片同时也是材料的部分 是的目前它也是这个所谓太阳能的龙头 那我们可以看今天在讲的这几档股票当中 圆金算是走势最强的 对那圆金有什么双题材概念呢 好其实它同时也是SpaceX 星链计划的概念股 它也是低轨道卫星 是的所以其实那就不难想象 为什么最近圆金可以这么强 一来它是太阳能的龙头 所以碳中和它吃得到 对那最近其实不论是星链计划 不论是这个特斯拉 对其实这个这两个题材也是很夯啊 所以圆金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很多股票开高走低 但是它是开高走低 有留一点点上影线没有错 但是它最中场是以5.7个百分点大涨做收的 那同时留意到 强中强 对强中强 那法人其实在今天 甚至在过去的这一阵子 10月大概上旬到中旬以来 也是持续做买进 对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 也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做墊高 哦好这是圆金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下一档呢我们要看到是中美金 好这么大只哦 对 对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它是很大只的全脂股 不是你是说黑黑很大只 对 所以是很大只的全脂股 对对对 好那其实中美金 我们先从走势上来看 我们觉得它很有趣的是 它跟贵买指数有一点像 就是说创高之后呢 一根长黑可以创高的拉回 但是呢刚好去回测8月底9月初的 这个平台整理区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会有一个相对性的支撑 再加上说其实中美金 它本来前波没有什么涨 它是没有什么涨的 对呀你看从那个5月到现在人家都 从8月到现在人家都涨一波了 它几乎都没有什么动 对那有一些股票是这个样子 它第一波的创高之后拉回回测 回测前波的这个我们讲 盘整区或支撑区 只要这边能够守住 第二波的这个上涨很快就会来了 而且投信最近大幅的买超中美金 是的 有内幕 没有错 买得很凶哦 这两天都买得很凶哦 然后再加上说中美金 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有转投资环球金嘛 对对对 对等于说在细晶元 在太阳能这两块 它都有吃到 它也是双题材的一个概念 它也是一个斜杠人生就对了 对其实也是可以来留意一下的 好这些中美金的部分啊 最后一档呢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到是大同了 是的 我身边有蛮多朋友很推崇如老板 对对对 我以为你是说身边很多人用大同电锅 有有有 当然了大同电锅是必备的啊 对我自己家里也是用大同电锅 对 可是其实说实在大同电锅煮出来的饭 真的比较好吃 但是要加麻油 对 真假的 这个分享给大家 对 好OK 那在大同的部分 其实大家很直接联想就是在家电嘛 那就算说现在你去做Google 可能找到的题材顶多是电动车 电动巴士的这个部分 可是其实当这个新团队入主大同集团之后 他们本来就有一个制定好三个方向 是 OK一个是太阳能 除能跟电动车马达 所以表示说 其实在太阳能的部分 也是他很着重的一块 那其实太阳能跟除能 他又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除能 现在还算是一个新兴的科技 是 对因为电我只能发出来 但是我只能发电 我不能除电 除电是一个很高 算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技术 对对 对那其实他往这个两个区块从此做发展的话 所以等于说他三分之二的这个 公司的营运方向 都已经其实锁定在绿能的这一块了 OK 所以是包含了太阳能 还有除能的部分他都有设计 是的再加上说其实早期大同集团还有一档股票绿能嘛 所以他本来就在发展太阳能的啊 对其实他涉入太阳能这个族群啊 这个领域已经算早 对那再加上说刚刚事实有讲到的 其实卢董市长我相信他的能力是相当卓越的 对很多人很推崇他是因为他才特别的看好大同 是的 所以大同跟我们小时候想的大同已经完全截然不一样了 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啊 除了大同宝宝之外 现在应该其他都不太一样了 他还有不知只有这3C家电而已啦 还有其他呢更高科技的产能 那大同的部分也是看好未来的走势吗 看起来他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的横行 箱形的整理区 没有错 其实大同的部分的话呢 他在今年的上半年是转亏为盈 对那我相信在下半年甚至是明年上半年 他是有机会缴出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盘整的区域当中 尤其从9月中旬开始 已经不乏投信在做买进的动作 其实这种股票本来是不属于 投信外资会喜欢的标的 是啊 但我看到大同连那个投信 在10月初的时候都是买不停 最下面那一排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最近投信一直买 有没有可能在卢董市长进驻之后 大同这张股票成为这个 所谓法人的新宠儿 我觉得这个在今年底明年初 可能会有一个显著的改变 OK好 请大家仔细的观察留意了 接下来呢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 硕和元金中美金跟大同 我正会想要请凯哥 再跟大家来做个建议 因为你的粉丝超级多 大家都很尹謹 期盼你的那个什么金玉良言 请教一下我们第四季 在操作太阳能产业的时候 还有哪一些要留意的地方吗 好的 我觉得太阳能产业 现在慢慢的比较成熟 因为早期大家会把它跟生技股 这种很投机的产业挂钩在一起 可是现在的太阳能 因为在整个全球碳中和的题材加持之下 它已经不再是那么投机的产业了 那如果说以操作我们就给一个这个 频率好了 如果说是短线的话 我认为像元金这种 在今天能够收红的股票 有机会在短线上强者很强 那如果我们把它放长线一点来看的话 我认为硕和大同会是一个 比较中长期可以投资的标的 OK好 以上呢是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也非常的感谢林玉凯分析师 带给大家这么详细的内容 谢谢凯哥 谢谢 好 接下来来看到网友提问的部分 首先第一题呢先来看到的是友达 跟前波高点一样都是还涨 有机会可以还到半年线之上吗 我们来看一下友达的走势 友达的半年线呢是位在20.28 然后今天收盘价呢是19块 您怎么看 这很近耶 是很近 因为其实就最近 这有点这种弱势股在做反弹的动作 那今天的收盘价距离20.28远 其实就是不用一根掌停板就到了 对啊 我觉得是有机会啦 但是你如果说要回到前波高点 那种什么35块 那个就真的是 至少第四季有点辛苦 我觉得是睡梦睡便便忙 对就是会有点类似做白日梦了 有难度真的有一定的难度 好 那下一题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网友也提问说同志哦 这也是特斯拉电动车的标股 有机会可以回到280元以上吗 好久没讲同志了 是的 ADAS的系统 没有错 其实280元等于就之前颇高点嘛 那以今天收盘价203块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挑战性 但不是说不可能 因为的确 今年年底甚至是明年上半年 我认为都还是会是电动车的天下 但是同志当然相对来说是财报体质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健全的股票 可是当电动车的族群 大家都在往上冲的时候 其实同志是有机会往上带动的 所以他是跟着特斯拉的股价一起涨吗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跟着所有的电动车主流一起往上带动 因为其实你仔细看他从10月初的时候 一直涨到现在 除了今天的大黑K之外 他没有怎么休息 没有错 一路一直爬上来 其实后劲还蛮强的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是可能就需要打带跑 且战且走这个样子 OK好 讲打带跑我就知道了 下一档我们要来看到最后一题了 宏达电 今天宏达电的财报出来了 让大家都很惊讶也不意外了 第三季美股亏了0.94元 为什么宏达电还能够一直飙涨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不用解释太多 其实宏达电现在涨的都是一个概念 就元宇宙的概念 那其实只要有一个题材 其实它就可以涨 甚至它没有任何的实质商品 实质的获利来源 就不要眼镜啊 对可是我觉得说 但就只有一个眼镜而已 对而且其实这个还只是 轮于概念的一个形式 你说元宇宙成型的吗 根本还没有成型 那以前的漫威宇宙 你好歹等这个钢铁人 美国队长全部都拍出来再说嘛 现在可能还在钢铁人第一集而已 对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不是说针对宏达电 我觉得针对市场 因为当一个概念 就能够带动很多档股票 一直做飙涨的话 表示现在的焦头状况是很热络的 表示主力大户法人 现在是很愿意进场去拉抬股票的 就算它的基本面不够好 台报不够好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资金来 救助它 益助它 对所以反而我们要利用 现在只要有题材 股票就会涨的这个十几点 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个 这个进场的动作 因为现在去挑选股票 我觉得胜率相对高 那可是宏达电 它到11月11号的时候才会出关 那今天这一根大黑开 你怎么看你觉得接下来这个礼拜的走势 它持续上涨的可能性高吗 我认为其实像宏达电这种股票 我们先不要去预估说 它未来到底是会继续涨 还是说休息一下 那其实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操作的方式 以这种已经直线上涨的股票 30几块涨到70几块 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就不用去太过的说 它的高点可能会在哪 元宇宙还能烧多久 我们直接以最短线 最短的均线 五日线来操作 对今天的收盘下是68.2元 我们就以五日线65.1元 去做一个停损停利点 对那如果说没有跌破五日线 我们就可以顺势的做操作 一旦跌破五日线 不论停损停利 我们就出场 对其实这样子纪律操作的话 基本上它有行情 你一定掌握得到 它没有行情 对你也不会受伤 回到技术面的部分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就回归技术了 好以上呢是跟大家分享到 有关于宏达电的部分 元宇宙概念股分享给大家咯 在我们的萤幕上面呢 有郁凯老师的Liant跟Teregram 如果大家喜欢郁凯老师的话呢 可以跟他请教一下 很多标股的相关讯息 郁凯老师有很多标股 10月份绩效都超级好 所以大家呢 可以赶快来跟他请教咯 希望大家在月底的时候呢 可以跟着郁凯老师大赚一波 同时如果你喜欢股市业草店的话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晚上9点半 我们都会在YouTube上面首播 非常欢迎大家的加入了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非常感谢本来就很帅 现在变得更帅的郁凯老师 变得更瘦 变得更帅啦 谢谢拜拜 拜拜